HELLO 大家好 我是Clear the Pain 今天我們要來的是 嗯 要幹嘛呢 我們要升華我們的公爵 奈寶妮 光主角 升華4 升華4啦 OK 我剛剛好有超過500靈魂啦 所以就直接來進行升華啦 戰友是安多 你要把愛慕與虛榮之星放在腳下 殘他 父親或奈寶妮說什麼 你要壓制對於窮人內 和萬文夫一隻人的怒火 甚至還要眷顧他們 但是屬屬行善而受罷 乃是貴族的本分 可是 好 拜託你們了 小恩 他們之前回憶這一切 這到底是 誰老在唸什麼 哈哈哈 OK 這個是奈寶妮的解放 只有兩關 第一關呢 一定要存暗珠 第一關一定要存暗珠喔 因為第二關的話 你就要直接秒王阿 OK 雖然是在打 雖然是在 昇華奈寶妮可是你要存暗珠 因為這 王關呢 王關他需要 王關他需要 怎麼說 王關他需要 12粒 消除12粒 暗斧石才可以打到他 所以 第一關的時候就要存暗珠了 而且第一關應該是沒有什麼壓力的 因為第一關他是 茉莉 茉莉呢 你只要 呃 他 你一回合只能 扣他10HP 可是你只要一打到他 你就直接扣他 欸 不是扣他10HP 是扣他血的十分之一 呵呵呵 你只要一打到他就會扣他血的十分之一了 所以就最好不要打太多次啦 我們要存暗珠的 他打人算 他CD3打人的話 會直接扣掉你的 你的一半血 直接扣掉你一半血 所以要 注意你的心腐蝕啊 要注意心腐蝕也要注意暗腐蝕 非常麻煩啊 你只要一 你只要有消除腐蝕 就一定會扣他十八血了 你只要一 你只要有消除腐蝕 就一定會扣他十八血了 噢 不能再消暗珠了 現在場上只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現在場上有八顆暗珠吧 八顆暗珠吧 現在八顆暗珠吧 八顆暗珠吧了現在 他的生命應該打多兩三下 應該打多四下就會死了 他的生命這樣的話 應該打多三下他就會死了 所以就暫時不要打他先啦 應該打多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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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暗珠已經非常多 應該已經夠暗珠了 所以就可以直接打死他了 還有最後一次啦 OK可以直接幹掉他了 噢 不小心消到暗珠殘了 噢 第五之內 就要幹掉他 因為他打人的話 你是直接死了 他一打下來你就直接死了 所以這裡呢 一定要馬上開機 直接消十二粒光珠 直接把十二粒光珠消掉 然後就直接瞄掉他了 一組兩組三組 一組兩組 夠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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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好像 欸夠啦 夠啦夠啦夠啦 我們消了二十多粒 呵呵呵 好像消了二十多粒暗珠 是嗎? OK直接秒死了 你這裡只要一有消 就十二粒光珠 就可以直接秒死了 Victory 耶 OK 奈寶妮成功升華了 在無數次召喚後 奈寶妮與 腐蝕之力完全融合 遠古的力量 向奈寶妮展示出 不存在的未來 他 擊敗莫莉 也打倒了天使 成功走向門郎之後 很自私的神族 不肯 blabla 戰 bla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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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後來他被多樂的天使 所利用 受神族鎖 鎖什麼啊? 好小個自好的天啊 我是通過電腦來看的 你知道嗎? 神魔之戰 神魔之戰 卻是因天使的加入而變得平衡 但他們只守護自己的家門 人類的生活 依然 艱苦 年老的 奈寶妮作為英雄 被 求於天界 後 往後 或許由 會有勇者來拯救他 但奈寶妮 只看不下去 他閉上眼睛 中斷了永節的未來 現在還不是時候 好嗎? 艱朵 你在說什麼呢? 奈寶妮苦笑 仍然 然後 掛回自己那自信的表情 但你不能每做一件事 就 問自己一次 這樣做的對嗎? 我走的路 通往何處 那只會一事無成 嘖 或許是被門頭 稱讚我的決 我的決斷 因我看來現在的情況 也不是時候 聖殿的女神 要掌握我自己的生命 不要 拉 所以別浪費我 別被我的事情影響 就去攀登吧 我這樣 我會 我知道為什麼你的交換 為什麼今天這 無盡的戰爭 為 為了 榮光於我們的 為了榮光於我們的 世界 我的天啊 我讀得好辛苦啊 我讀得好辛苦 因為我是看著電腦來念的 其實我的 我的 我的神魔的每個 影片的聲音 都是後製的 你知道嗎? 我的聲音 我影片的每個聲音 都是後製的 OK 就是說在拍了神魔 拍了影片之後才 才提他上去的 OK 昇華式拉 OK 非常棒 大家再見拉 掰掰 拜拜 拜拜